旋文化面面观,陆在齐,微信版第398期,不同地域的自然,人文地理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,自然地理有其特强的稳定性,演化变迁相对缓慢,地域文化主要随人文地理的变更而变更,旋程为旋文化起源地,源于旋程良好的生存环境,旋程地处把南山趋向长江沿岸平原过渡地带,境内既有山地,丘陵,又有台地, 平原,对人类最友好,农耕文明早中期,最宜人类居住,北部晖州六亿处外山中先田丑,耕作面积狭窄,南部金武湖,马鞍山,丛林等长江沿岸城市,三国孙武以前还是江水宣泄地带,地势低洼,湖找众多,耕地难以利用,数典型的江南可耕之土街,下诗燕水,孙氏起江东,中原避乱者多归之, 无田可种,始江金钱等处兴住为田,各分江界,多位义里,南宋集以后,大规模驻地为田,开始崛起,在此之前,宣承境内天然的水系及人工运河,四东八达的交通,肆扰的物产,缔造了宣城的盛世繁华,既是人类理想聚居地,也是区域中心之所最佳首选地,西汉原封二年, 武帝刘彻在宣承这丹阳郡,在宣承集绚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化时代的意义,宣承为宣文化的核心区,源于宣承的区域中心地位,旧石器时代,宣承集为古人类聚居地,有文字记载的地名曰元陵,一集物物交换的大山岗,创造了水扬江文化, 春秋末年战国初期,宣承为古城义,汉武帝时,为开发宛南,境内同资源及防范,抿着一带南千江还越人,延无深运河古航道逃回原居住地,在此至丹阳郡,宣承由此成为安徽长江以南,江苏大茅山及浙江天目山脉以西,兴安江支流五强西以北五点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心,西近泰康二年丹阳郡迁至南京, 分担杨郡西部十一县在此设宣承郡,长代,宣承为国家具平教民之术,岁不下百余万,东南国用所资,宣为齐平,吸引了大批世子及北方移民,人口最多是97万2952人,仅次长安和洛阳,居全国第三,十人称宣州多君子,宣承文雅的,为宛南文丰最兴盛的地区,宋代,宣大郡北, 宣承大江,南连镇幼,是锦自南京的江南重镇,孝宗皇帝前邸宣州,元代,宣承为朝廷以众的遭粮征收地,明代,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宣承为新王之地,清康熙年间, 人们将宛南总镇宁国府首宜宣承县和宛北重镇卢州府,首宜和费县相提并论,合称南宣北和,宣文化发展昌盛,源于宣承优越的社会环境,宣承地近历史上矿产业,农业经济特别发达,且多贡品,商贸交易由盛,常见于史籍记载,西汉至南朝送其良辰, 宣承作为诸侯王或皇室成员的封地或史义,近永家年间八王之乱期间,关中和洛地带一关名是纷纷南渡长江,桥居境内,首开宣承文化昌盛之风,汉代至晚清数千年中,历代知名文化人士或游历或讲学或围观宣承,引领宣文化的发展,宣承社会精英的倡导,家族的强大支持是宣文化辉煌的最关键因素, 一关名是多聚居宣承,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前,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,历史上,中原地区每逢战乱,如西汉末年到东汉初,东汉末年到三国,西晋永家之乱至南朝前期,唐王朝安氏之乱至古代期间,北宋靖康支持,一次一次地将移民从北方推到南方,齐土勒,齐明安, 则宣承是一关名士千禧晚南首选地,他们往往是数十家乃至数百家届中而居,并尽可能地将重要的典籍、档案、文物、礼器、乐器及乐师、艺人、工匠等随身迁移, 因此之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在宣承大帝得以绵延,例如,西晋末年绿泉族南赌定居宣承的龙康仁环仪,齐家族即将为教育世家,一门武士如师,环仪的先祖环荣, 曾在地方和朝廷先后执教五十年,培养的汉明帝是汉代最有学问的皇帝, 这些世家大族的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和先进的技术,不仅促进了宣承地境农业、手工业、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, 而且促进了宣承地域文化的繁荣昌盛,宋家帝宁国府至宰,丰物繁华之地, 诸车凑集之乡,一官文物之御,家帝宁国府至宰,永家之后,一官避难多翠江左,一文儒数私之为成, 官员多重文重教,宣承素为上周望郡江南名义,地方官吏多为朝中重臣,且儒雅多学,重视教育, 宣承地方官室致立于办学,十载第一人是汉城帝时扬州次氏和武来宣承认, 丹阳俊太守的礼中,东汉末年分于领丹阳俊太守时, 曾用厚礼聘请赌学号古德明如马泊奖学,让江历子弟数百人从其授业, 明万利宁国府至宰,宣州州学建于唐代,玉贤号唐次氏靠在,新唐书就唐书为宣州地方长官历传, 三十四人,徽州十四人,这子人都是政府要援护文化名人, 堪元十四年,培耀亲任宣州次氏,守务教化, 以为立正在于书本,书本在于社教,社交在于律深, 真元十二年,崔燕出任宣西观察史,理尽人才,其所则从事, 多得名流,幕府中聚集了崔群,崔玄亮, 前辉,杨氏厄等数十位文豪,会昌中,崔玉任宣西观察史, 辟学仰氏,光绪宣成县之载,宋在宣州州学, 藏书有格,印书有库,早遇有试,素粮有领, 善内有除,设施齐全,嘉靖宁国府至载, 宋绍兴二十九年,驻一任宣州之州,建宣州共愿, 宋人宗史,赵宗到知宣州,下车守信学校, 招广师生,启示乌乔,曲子已冲齐佑, 雪梁师已讲宣之,宋锦佑四年四月, 赐宣州学田武器,一文总录仔, 陈伯修为宣承手,林郑之侠, 多在一百堂讲义,宾克拉丁者常识数, 黄亭坚晚年之宣州时,讲学不倦, 明清时期的宁国知府罗汝芳, 同复伟等,名如严师聘教, 登记学舍,更加重视教育, 讲学风气兴盛,明代讲学兴盛, 书院发展已有当规模, 明代中后期的一百三十九年间, 宁国府有史可及的书院数十七处, 并有五次重修, 即平均六点三年就有一所新的书院投入使用, 是除徽州府之外, 安徽创建书院数目最多的府, 除了数量上积增外, 宁国府书院的规模宏大, 规制完善, 田产丰厚, 以金县水西书院为例, 嘉庆金县之宰, 水溪之会, 每会于三百余人, 既见经涉于四溪, 仍不能容, 而逼近僧法更无细地, 因增至退省所于四东, 是山会约拔载, 自遥将之学乘于水溪, 而无个向墨而兴起, 墨布各界书屋, 以为严纳有坑, 起敌足党之所, 骑在跆拳则有云龙书屋, 麻戏则有考习书屋, 赤山则有赤路书院, 蓝领则有蓝山书院, 一时讲学水溪, 诸前被会讲之侠, 地主言之, 更互往来, 剧足开讲, 故何则考得而问业, 子则以性命为事, 散则传语而树交, 全权以善俗为新, 著名学者占若水蒋学广林, 启幼补卷, 光绪重修安徽通知人物, 致刘玉载, 洪亮及受金于足德产事, 往来由玉轩进罪警, 民国安徽通知稿教育靠载名, 在安徽书院空间分布, 民国府新建书院十三所, 仅次于辉州府, 占权省百分之十三点二七, 清代, 书院与科举相结合, 并趋于取代官学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, 清康熙民国府志宰, 民国府有社学五百六十二所, 县书五所, 书院五十四所, 各类学校, 各种形式和教育, 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, 民国府商邦经济支持, 培养人才必须有经济做后盾, 明代佳境, 万历年间崛起的宁国府商邦, 是安徽境内仅次于辉州商邦的第二大商邦, 十人常将两者并称辉宁商邦, 富裕起来的宁国府商人父儿重学, 学儿致逝, 一世捐资半学, 例如, 明代京县商人查图园, 查红园, 查宝园帝兄三人先后出资兴建龙山书院, 石门书院, 小山书屋, 占岭书屋, 清乾龙二十五年查思的创设镇山书院, 清家县七年, 京县黄田珠市捐县七千多两百银新修宁国府学文庙, 十年, 又捐县一千多两百银购民房, 以租金作为宁国府学维修费用, 民国一陵年珠又红在家乡黄田创办私立陪丰小学, 等等, 按时收藏书籍, 明代著名戏剧家梅鼎作遍搜天下奇书藏于天一格, 天一格经梅是六代人的金影, 成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著名的藏书楼, 京县黄田仁珠市所建裴风格藏书十万余卷, 数量之多, 门内之广, 为私家藏书知海鉴, 道光五年文渊阁职学士, 停考阅卷大臣, 京县茂林仁番西安建在茂林攀村的约缘, 藏书三万册, 这些对文化投入的一致千金, 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,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, 文化世家浊然而起, 地域文化的兴起离不开世家大族的引领和催动, 玄成自古即以经济繁荣, 商骨兴盛, 百姓生活富足文明于世, 为家族的繁衍, 织繁叶茂, 远远流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, 玄成的美式, 共式, 无式, 诗式, 沈诗, 徐诗, 礼诗等诗里传家的文化世家, 以血缘亲情为纽带, 以振兴家族为目的, 无论是仕途得意, 腰缠万贯, 还是隐居不适, 清贫自过, 无不私利于学, 以功德险, 以文章著, 以孝友称, 长期承袭走上了发展, 繁荣的道路, 家族给予学子经济上的支持, 促进了人才的突出, 此外, 东汉的郭普, 南朝的范叶, 江烟, 谢条, 唐代的裴耀卿, 纪广称, 陆英, 范传正, 林虎楚, 崔群, 沈传师, 鲁顿, 高元玉, 裴修, 独孤林, 崔炫, 裴贤瑜, 徐之正, 以及张九龄, 刑俊, 孟浩然, 王昌林, 王维, 李白, 高氏, 维英雾, 孟娇, 全德玉, 沈传师, 刘雨昕, 张吉, 韩玉, 白居易, 许魂, 杜牧, 许唐, 陆归蒙, 杜寻贺, 宋太太的欧阳修, 燕淑, 范仲淹, 叶清晨, 沈阔, 陆游, 苏氏, 苏哲, 黄亭坚, 宋琪, 张磊, 于本忠, 李弥迅, 新契级, 范成大, 杨万里, 张孝祥, 文天祥, 明代的邹首义, 钱德红, 王姬, 陈绿祥, 图龙, 汤贤祖, 石涛等等, 他们或游历, 或讲学, 或围观宣称, 这些文化大师的引领, 又进一步加速了宣文化的弘扬, 宣称地禁因此人才辈出, 宣文化影响力建区弱化, 源于宣称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, 人才分布但有很强的地域性, 随着统治者对晚南统治建区强化及人口的聚增, 晚南境内新的行政区不断增盛, 长江沿岸开发强度逐渐加大, 宣称原有的区位优势, 政治, 经济强势地位渐渐丧失, 资源集聚能力越来越弱, 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能力也越来越困难, 宣称管辖区域渐渐缩减, 东汉建安十三年, 吴主孙泉西分丹阳郡设县, 一线至新都郡, 靖泰坑二年, 丹阳郡一分为二, 郡职迁至南京, 唐永泰二年, 西分宣州至池州, 宋太平新国二年, 西分宣州至太平州, 太平新国四年, 以宣州所下广德县至广德军, 至此, 明清时期, 晚南境内宁国, 徽州, 池州, 太平及广德四府一州格局基本定性, 宁国府将预年级9207.7平方公里, 只有徽州府13880平方公里的, 66.33%, 不及池州府9384.7平方公里, 农业社会, 人口是最主要的劳动生产力, 明神宗万历六年, 明国府人口38.7万, 只有徽州府人口56.7万的68.3%, 由此可见, 宣城作为晚南地禁区域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, 凭借政治地位和人口优势集聚资源也不复存在, 农耕经济优势渐被沿江地区取代, 唐物代积以后,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, 大量人口转向难易开垦的山林荒滩和沼泽地带, 使本来荒芜的土地转变成了可耕的农业区, 安徽省至农业至宅, 北宋末年至民国, 晚南沿江地带筑为420亿处, 造粮田约200万亩, 其中吴湖县境内100%是围田, 当图县境内80%是围田, 吴湖、马鞍山、丛林等长江沿岸区域开始崛起, 逐步取代宣城, 致近现代、工业、商贸等经济的快速发展, 成为安徽经济最发达地区, 宣城反而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。 商帮经济对文化支持不及徽州, 经济状况对教育盛衰影响非常大, 徽商是徽文化的教母, 明家境万历年间崛起的宁国府商帮, 虽然是安徽地区第二大商帮, 但其实力不及城华, 洪志年间崛起的徽州府商帮, 对文化的扶持相对来讲不及徽州商帮, 此外,明代、凤阳府是皇室籍怪, 清代、安庆府成为安徽省省会, 太平府乌湖县的对外开放等等, 后发达地区的崛起,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宣文化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, 凝聚力,宣文化仍为隐学, 始于清咸丰同志年间的战览, 咸丰同志年间, 清军与太平军在宣城境内反复争夺, 不仅将宣城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成果毁于一代, 最致命的是世代积累的文化世家大族流亡迁徙, 你有结疑, 如广德前文选家族, 战前三百多口, 战争结束后仅剩三口, 文化赖以生存的繁荣的城乡不复存在, 原来连洛宁国府城与各县城的大陆变成为狭窄的小道, 且很多地方长满了高达15英尺的荒草或者长满南鱼, 穿越的挂木丛, 移居境内多是跨着讨饭岸, 一旦到罗下江南, 前头挑着破棉絮, 后头挑着女河南, 等肯荒的农民, 或是被裁设的乡军, 怀军散勇及遣散的太平军兵士, 人口文化素质可以说降至冰点, 近现代,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,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, 宣称为农业地区, 基本没有工业投入等等多种原因, 导致宣称的经济经济有暂时落后于周边地区, 由此造成, 一是经济欠发达带来的文化观念和认识不足, 二是经济欠发达造成经济对文化支持乏力, 后果是宣文化无人研究, 传播和传扬。